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研究院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越南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 以及它面临的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 越南正在迅速崛起 成为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中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之一 预计到2025年经济增长将达到6.5%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驱动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 尽管越南的经济前景光明 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包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依赖 以及国内经济的疲软 越南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吸引了大量投资 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 越南是否能够稳住其地位 甚至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工厂 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在越南的投资越来越重要 而越南的年轻劳动力和低廉成本 也使其成为投资的热点 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 越南必须面对腐败 政治审查和人权等问题 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挑战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越南又该如何进行结构性改革 以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呢 这一切的答案都在接下来的详细内容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 这篇文章来自得意志之声 Dolchow Valley 探讨了越南经济发展的成功因素 和面临的挑战 世界银行预测 越南将在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中 实现最强劲的增长 到2024年底 经济增长预计达到6.1% 而到2025年 可增长至6.5% 这一增长 主要得益于制造业出口的回暖 旅游业的复苏 及投资的增加 这些发展显示 越南的增长潜力可能超过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印尼 和菲律宾 然而 越南的经济发展也面临挑战 根据ICS研究所的研究员 阮克江的分析 尽管越南经济前景 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光明 但仍存在国内经济疲软 和对外资依赖过重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之一 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 根据东盟的报告 从2021年至2023年 越南等国的外资流入 平均每年约2360亿美元 西方投资者因美中地缘政治紧张 而转向东南亚 越南因此成为主要受益者 越南凭借1亿人口和 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 利用地缘政治优势 推动增长 中国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在其制造业中扮演关键角色 大部分原材料来自中国 全球经济策略中的中国加一思维 促使企业在拓展市场时 选择越南作为替代或补充选择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副研究员陈碧指出 越南因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性 成为中国加一政策的首选 但由于规模较小 越南仅能吸引少数 希望搬迁的公司 而如果印度开放经济 其竞争力或超过越南 美国是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和最大出口市场 2023年9月 华盛顿和河内提升了外交关系 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旨在促进经济利益 美国的大量投资 对越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过去5年在越南投资 超过150亿美元 越南因此成为重要制造基地 越南的低廉劳动力成本 和年轻人口 使其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然而快速增长伴随国内问题 如腐败 政治审查和人权问题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小型和中型企业举步维艰 加上气候变化 导致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以及电力短缺问题 越南需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世界银行东亚经理 塞巴斯蒂安·艾卡特 建议越南进行结构性改革 以维持增长动力 包括加深结构性改革 增加公共投资 以及小心管理金融风险 请大家收看 中国研究院相关的专题报告 越南与中国 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分析 中国研究院 越南和中国 作为亚洲的重要经济体 近年来都实现了 显著的经济增长 然而 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 产业结构 政策环境 和社会经济指标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研究院通过对比 两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分析其差异背后的原因 并探讨未来的发展前景 中国研究院将结合最新数据 案例和专业术语 深入剖析 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一同 隐言 在全球经济版图中 越南和中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两国都实施了经济改革 推动了市场化进程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国的经济发展路径逐渐分化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理解这些差异对于政策制定者 投资者和学者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经济改革背景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核心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主要措施包括农业改革 实行家庭联产成包则认质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对外开放 设立经济特区 吸引外资 促进出口 产业升级 推动工业化 加快城市化进程 逐步形成从劳动密集形向技术密集形产业转型的经济模式 二 越南的革新开放 越南于1986年启动了DOMO革新政策 旨在改革经济体制 实现经济现代化 主要措施包括 农业改革 取消集体化 允许私人经营 推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 市场化改革 逐步放宽价格控制 引入市场机制 增加竞争力 对外开放 越南加入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 FTAs 尤其是东盟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 经济增长表现 一 GDP增长率 中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0年至2023年间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6.5% 然而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放缓 内需不足等原因 增速有所放缓 2023年 中国GDP增长率 预计为5.0% 虽然有所回升 但未达之前的高速增长水平 越南 同期 越南 GDP年均增长率约为6.8% 增长势头持续强劲 2022年 越南 GDP增长率达到7.0% 2023年 预计为7.1% 继续在东南亚地区保持领先地位 二人均 GDP 中国 2023年 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3000美元 已经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表明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上有了显著进展 越南 相比之下 2023年 越南的人均GDP为4100美元 属于中等天下收入国家 然而 越南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 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三 产业结构对比 一 第一产业 农业 中国 农业占GDP的比重 自2000年的15%下降到2023年的7%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水平逐年提升 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 越南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 2023年约为13% 农业仍是越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如稻米 咖啡和海鲜 占据全球重要市场 二 第二产业 工业 中国 工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2023年 工业占GDP的比重为37% 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如电子 汽车和智能设备领域表现突出 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越南 工业占越南GDP的比重 约为35% 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如纺织 鞋类和电子组装等行业 越南通过吸引外资 如三星 LG等跨国公司 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 服务业 中国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6% 其中金融 科技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 服务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 越南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52% 主要依赖于旅游 零售和交通服务等传统服务行业 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科技上处于起步阶段 四 外贸与投资 一 贸易总额 中国 2023年 中国的外贸总额约为6.1万亿美元 继续保持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地位 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和纺织品 越南 2023年 越南的外贸总额约为7300亿美元 出口增长显著 越南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出口基地 特别是在电子产品 纺织品和农产品方面 二 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中国 2023年 中国吸引的FDI约为1800亿美元 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吸引了更多外资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稳定的政策环境 仍对全球投资者有吸引力 越南 2023年 越南吸引的FDI约为29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外资主要来自韩国 日本和新加坡 投资集中于制造业 房地产和能源领域 五 劳动力与人力资本 一 劳动力规模 中国 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约为7.75亿人 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未来发展的挑战 2023年 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 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 越南 越南的劳动力总数约为5700万人 具有年轻的人口结构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越南被认为是全球制造业的下一站 吸引了大量外资工厂 二 教育与技能 中国 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逐年提高 科技人才储备丰富 政府在科研和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大 推动了人工智能 芯片制造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越南 尽管越南的基础教育较为扎实 但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 技能培训体系尚不完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六 政策环境与制度差异 一 政府角色 中国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宏观调控能力强 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和产业政策 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 但市场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越南 越南政府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 鼓励外资进入 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私营企业的发展在某些行业面临较多限制 二 法律与监管 中国 中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准入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在执行和透明度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挑战 越南 越南的法律框架相对不健全 透明度和执法力度有待提高 这使得一些外资企业在越南的投资环境中 面临较高的法律和合规风险 三 开放程度 中国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但近年来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和贸易摩擦带来了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上 越南 越南高度依赖国际贸易 并签署了多项自由贸易协定 如CPTPP 而CEP 这使得越南的外贸和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 尤其是对西方和东盟国家 七 案例分析 一 制造业转移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越南等国家转移 越南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投资政策 吸引了大量制造业投资 案例 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在越南的投资累计超过180亿美元 越南已经成为三星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这一投资不仅推动了越南电子制造业的发展 也为越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影响 对中国 产业转移倒逼中国制造业进行升级 企业逐渐向高科技 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对越南 虽然制造业的转移带动了经济增长 但越南面临的挑战在于产业链的短板和技术外溢不足 外资企业主要依赖越南的廉价劳动力 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 仍在跨国公司本国或第三国进行 越南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限 难以实现产业升级 此外 越南在基础设施建设 物流效率和供应链管理方面也有待改善 这限制了其成为完全自主的制造业中心 二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越南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差距较大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领跑者 2023年 中国的高速铁路里程超过4万公里 占全球总里程的三分之二 高铁 港口和电力设施的建设 使得中国在全球物流和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 中国还大力投资于5G网络和智能城市建设 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 越南 越南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尤其在交通运输和能源供应方面 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增长 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 2023年通过了数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高速公路和港口的扩建 然而 资金不足和技术匮乏依然是重大挑战 导致物流成本较高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 越南的电力供应也面临压力 特别是在制造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 电力短缺可能成为发展的瓶颈 三 数字经济发展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推进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和越南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 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巨大 2023年达到6.2万亿美元 占全球数字经济总量的30% 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和金融科技领域发展迅速 阿里巴巴 腾讯 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 在全球具有影响力 中国在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数据方面 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推动者 越南 越南的数字经济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增长迅速 2023年 越南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4% 电子商务市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0% 越南政府推出了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 希望到2030年将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0% 然而 越南的数字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 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互联网接入和信息化水平较低 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 8 社会经济指标 1 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中国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2023年的数据 中国的HDI为0.768 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 中国在健康 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 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9岁 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 越南 2023年越南的HDI为0.707 属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 越南在健康和基础教育方面表现较好 但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资源不足 限制了劳动力的技能提升和社会流动性 2 贫困率 中国 2020年中国宣布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贫困人口基本清零 尽管如此 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与城市地区仍有显著差异 越南 越南的贫困率有所下降 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 然而 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3年越南的贫困率约为5.8% 部分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仍然较为严重 3 城市化率 中国 202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5% 城市人口超过9亿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群 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越南 越南的城市化率相对较低 2023年约为40% 越南的城市化进程主要集中在河内 胡志明市等大城市 然而由于基础设施落后 城市化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部分城市居民依然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住房保障 9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1 环境挑战 中国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中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 空气污染 水资源短缺 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 推行严格的环境法规 并实施碳中和战略 力争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越南 越南的环境问题同样严峻 尤其是工业污染和城市垃圾处理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导致空气和水质的恶化 特别是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 越南在环境治理和环保技术方面的投入有限 环境监管制度不完善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二 可再生能源 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 2023年 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继续保持全球首位 中国政府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降低对煤炭的依赖 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投资 以实现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的减少 越南 越南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巨大 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领域 2023年 越南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8000兆瓦 其中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占比显著增加 然而 越南在能源技术和投资支持方面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难以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十 未来发展前景 依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 中国在科技创新 产业升级和内需市场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 通过推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 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 挑战 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成本上升 地缘政治压力和环境压力等挑战 尤其是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 如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 越南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 越南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 具备人口红利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国际投资的不断涌入为越南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同时 越南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贸易协定 进一步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 挑战 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仍然落后 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能力 此外 越南的制度改革速度相对较慢 如何加快法律框架的完善 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将是越南面临的重要任务 十一 结论 越南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既有相似之处 也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 已经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越南则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受益于全球产业链调整 经济增长迅速 然而 越南在基础设施 劳动力技能和政策环境方面 存在较大短板 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投资加以改善 两国的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 展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路径 而越南通过吸引外资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未来 越南应在制度改革 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大投入 抓住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机遇 提升国家竞争力 十二 政策建议 对中国 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优化外资准入和法律框架 增强国内外企业信心 推动科技创新 加大科研投入 特别是在高科技和绿色技术领域 培育新兴产业 提升产业链价值 应对人口老龄化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鼓励延迟退休 提升劳动生产率 减少老龄化 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对越南 提升基础设施 吸引国际投资 改善交通和能源设施 减少物流成本 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的效率 加强教育培训 扩大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力素质 满足制造业升级 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的需求 完善法律制度 增强法律透明度和执行力度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准入政策 为外商提供更为稳定和友好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一 世界银行2023 全球经济展望 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 人类发展报告 四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五 越南统计总局2023 越南经济统计年建 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